實驗室 我沒有講報話 大家早安 剛剛其實這個提案 Isa表已經有先幫我開個頭了 就是我們其實是召集了台灣 針對台灣 特別價值 有貢獻的老師 比如說 在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學到台灣公民 台灣地理 台灣文學 等等的這些專業知識 其實你有時候 這些問題 你在跟TrackGPT問答的時候 他是問不出來的 例如有一題 大家知道台澎金碼 是什麼時候變成一題的嗎 是不是不知道 1949 不是 我也忘記了 但不是這個 所以 所以 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只有在專門讀 台灣歷史 又或者是台灣文學老師 他們才會知道的 所以 我們現在在收集的這個資料集 它對 未來大型原模型的效能 的表現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收集到十萬筆資料 又甚至是一萬筆之後 它是可以讓 這一些 這一些OpenAI 或者在Train Model 這些公司拿去 從源頭開始訓練它的模型 讓這些知識 進到 它的訓練的源頭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但我們現在進度呢 只有大概九百多題 所以我們需要大家如果認識更多老師 他們知道更多台灣這些專有的知識 可以再來跟我們 就是剛剛那個門進去左邊這一桌 再來跟我們聊一下 又或者是現場學霸 你對某個領域有專門的研讀 也可以來找我們聊一下天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收集到這些網路上爬不到的資料 好 以上 謝謝大家 謝謝主委 那我們今天接下來